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这其中有6名中国人入选 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富碧烈、刘锦、和申、吴炳健和宋子文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晚清时期的商业巨子吴炳健 在晚清时期,第一批进行对外贸易的商人中 吴炳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同行之中的领头羊 不过吴炳健在当时并不受老百姓待见 还有人将其污蔑为汉奸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五家的资产不只有金银,还有实业 五家开办的企业名叫一和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 吴炳健虽身处广州,但他的商业帝国却覆盖了全球 我们熟悉的东印度公司就与吴炳健有债务关系 非但如此,吴炳健还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经过他的经营,一和行被打造成跨国财团 吴炳健也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世界首富吴炳健做的是正经买卖 他主要从事茶叶经营,不过一些得到吴炳健担保的外国人 为了赚取暴利,往往会在茶叶之中暗藏鸦片 在禁烟运动中,吴炳健的处境十分尴尬 他虽然富可敌国,但是一边是生意伙伴,一边是朝廷 两边都不好得罪 于是吴炳健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他先是与外国人进行了协商 从外国人手中收集了上鲜香的鸦片 然后将这些鸦片全部上交,算是给朝廷一个交代 不过林泽徐确认为,这是匡骗官府的把戏 非但不愿平息事态,还直接派人抓住吴炳健 要对其进行行训 无奈之下,吴家人不得不表示 愿意拿出一部分家财报效朝廷,希望能捞回吴炳健 然而林泽徐确执意将吴炳健打入大牢 第一起事件让吴炳健多年积累下的声誉荡然无存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 至此国难当头之际,吴炳健乃至其他商人 都坚定地站在了朝廷这一边 吴炳健带领刑商们与英国人进行了谈判 并签订了广州合约 按照合约内容,清军需撤出广州城 并准备600万元赔付给英国人 英国则撤到虎门之外 甚至为了化解干戈,吴炳健带头拿出100多万元 在他的号召下,其他商人也凑出200万元 13行商总共负担了一半赔款 减轻了朝廷的压力 令人惋惜的是,吴炳健的举动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的理解 吴炳健原以为自己输成的举动能够获得荣誉 起码能让广州的百姓心怀感激 可惜的是根本没人理解吴炳健 第一份广州合约反倒让他饱受非议 战争爆发后,所有曾与英国人打过交道的外貌商人 都被老百姓当成英国人的走狗 不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捐助了多少阴两 也无法改变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战争结束后,吴炳健曾给自己的好友致信 称,若非年事已高 自己想要在美国度玩余生 在这封信中,这位老人难以掩盖心中的怅然之情 1843年9月,风如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吴炳健 赫然尝试,中年74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